今天呢就是我们来讲一讲 菩萨的所有在国会里面有位置的政党 然后呢就是它们每一个党派的有多少个位置 然后它们每一个党派在 它们是到底是偏左还是偏右的 然后还有一些神奇党 我跟你讲真的有一些神奇党 首先我们要说现在的第一个党呢 就是执政党叫做PS 它叫做Partito Socialista 是所谓的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主义党 其实就是社会党 它们叫做Socialista 就是Socialist 然后呢它们所 它们是属于中间偏左的 它都不算是左派政党 它是中间偏左的政党 它是执行着 它们的政治意见是社会民主主义 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呢 就是在民主的这个基础下 然后呢 就是融合进入一些社会主义的这个制度 其实它们主要就是 要推广的社会制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你就是你 失业了 失业就去经 然后医疗 然后这种医保 然后全民医保 它们就宣称这种医疗是 那个人生而俱来的一种权利 这一点跟美国的 跟美国的那个民主党很像 但是呢这一点 美国是做得非常不好的 美国的医保是真的很差劲很差劲 它们没有全民健保 所以这个不可取 这个中间偏左的 像这种中间偏左的党 在美国来算的话 算是极左党了 我估计 然后这个党在葡萄牙呢 就是它现在的那个党魁 就是党主席 是Antonio Costa 也就是现在葡萄牙的总理 然后这个党在葡萄牙国会里面 有108个席位 因为葡萄牙国会里面 总共有230席 然后有108个席位 是那个第一大党 然后呢 它在那个市政府里面 葡萄牙一共有308个市政府 然后有这308个市政府里面 160个市政府的那个主席 就是President Cameron 就是市政府的主席 都是社会党的 这个是非常高的 308个市政府里面 160个都是社会党的 超过半数啊 牛掰 完了以后呢 他们的在Variador 就是所谓的市政府里面的 Variador 就是相当于说副市长嘛 然后也就是市政府里面 其他的一些 二号把守 二号位置里面 是一共有2074个职务 然后社会党占了952个席位 所以说这个在葡萄牙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党 然后呢你基本上看这个你就能知道 大部分的葡萄牙 因为这是选举产生的 大部分的葡萄牙人都是中间偏左的 因为在我自己认识里面也是 葡萄牙人大部分都是中间偏左的 超过50%的人 大概都是觉得中间偏左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看议会们的第二大党 第二大党呢叫做 Partido Social Sorry Partido Social Democrate 是叫做PSD 叫PPD 或者PSD 然后他们现在的党卫呢是 Huy Hio 普代语可以了 Huy Hio 谈舌头两个字 他名字是两个字 就是R开头的 然后呢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政党的这个理念 就叫做Consertive Liberal Consertive 就是相当于叫做自由保守派吧 自由保守派就是比较 也是叫做它是中间偏右 因为他们都是中间党 然后稍微偏右 不是右派政党 它是中间偏右的政党 然后就是这种政党一般来讲呢 就是希望那个他们比较 政府能够值 政府只能应该尽量减少 让市场规律来起到更大的作用 然后呢 就是他们也是要有社会的一些福利 但是呢社会的福利不能够那么多 然后因为社会福利多嘛 自然就给这个社会的经济 就是给企业主啊 给那个资本家造成很大的压力嘛 所以说他们就是要能够减少一些 但是绝对不是取消 因为他们都是中间政党不是不是右或者左 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 叫做Block de izquierdo 叫做左一联盟 左一联盟呢它就是社会主义政党了 但是呢它就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就是左派党就是比较左 左派的党 然后呢 他们呢就是 是有社会主义概念的 但是呢是民主社会主义 就是东西要共有 但是这种共有是投票选举产生的 然后这个呢是在230席里面占了19席 也算是现在目前来讲是普特的第三大 相当厉害的 就是他跟那个PSD连不起来 以前刚开始都是安东尼克斯塔没选上的时候 就是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们社会党 社会党没选上的时候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左派的各个政党连在一起 所以本来是PSD赢的嘛 本来是那个社民党赢的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联盟 然后就把社民党的席位给挤掉了 所以他们就变成联合执政党 后来这个安东尼克斯塔 就是更厉害了一点 然后他在这四年的任期期间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现在可以独立执政了 把这几个左边党全部 一一一全部踹到外面去 但是呢他们的席位还是不少 像这个左翼联盟一共有19个席位 然后呢他没有任何一个市政府 没有任何一个市政府 就308个市政府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是左翼联盟的 然后呢 就是二级市政官员里面 不叫官员嘛 就是党派席位里面 他只占了12个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共产党 就是要做 普太安共产党就是PCP 也就是PARTIDO COMMUNIST PORTUGUES 就是共产党都是 然后这共产党理念 我们大家作为华人都应该很了解 共产党理念就是共产主义 所以后面省略了就不说 然后呢 他在普太安呢一共占有10个席位 230席里面占有10个席位 然后呢在这个 他很厉害哦 他在308个市政府里面有24席 有24个市政府都是共产党领导的 然后2074个这个 2074个这个 2号市政席位里面呢 一共有168个席位 然后再接下来讲呢 就是这个党可能就是 对我们这普通学政治 就是在中国学的时候 就可能会比较陌生 它叫做CDS 叫做PARTIDO POPLARE 应该叫做人民党吧 翻译过来 他的党魁呢是Francisco Hodrich Stanch 然后他执行的叫做基督民主 基督民主主义 所以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个党 我觉得挺好玩的 他们有 因为就是普太是一个比较 他把这个宗教跟政党还划分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宗教里面呢 它是既是左右是右 所以说你还不能说它是中间派 它不是中间派 它是既是左右是右 为什么 它在社会问题上面 它是非常右的 比如说 你知道宗教里面就肯定是反同性恋啊 然后反那些多胎啊 然后反一些就是 比如说威慧监狱啊 这些东西 它都是所谓的社会问题里面 它都是比较靠 都是右派的 但是呢 同时又是因为 它是基督的这种指导思想 是有宗教的指导思想在里面的 所以说他在遇到经济问题和这种 社会的民生问题的时候 都是很左的 比如说他就是 人人都应该吃得起饭啊 只要有你吃的 你像知道那个耶稣 Jesus Christ 耶稣他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 共产主义 就是共产主义的那个 开山拓府之人 就是说你有钱的人 你钱你就不能够自己拿 你钱就一定要拿出来给大家分 然后你有钱的人 你占有的资源越多以后 你上天堂的几率就越小 为什么很多你看欧洲人 然后美国人 就是临到那个吹灯切辣的时候 都捐钱不断的捐钱 因为还是赶紧上天堂 相当于是买那个天堂票 天堂票 买天堂票 然后如果你看过圣经 你肯定就知道 尤其是那个新约里面 就是说你越有钱的人越来上天堂 越穷的人越容易上天堂 你说这个什么 不是无产阶级世界第一吗 所以说这个政党就是叫做基督民主党 不知道它就叫人民党 但是呢它是基督民主主义 然后呢它的左右分别的是 它既左又右不是中间 既是左又是右 它没有中间的这种东西 所以说就是我就觉得不知道 这个党在投票的时候怎么投吧 那个到底是逃左还是逃右 不过它是社会问题 还有它民生问题 也经济问题 大家一看一提到经济问题 全部都是左派的 就是跟左派一样的 一提到那些什么 从新来结婚的 然后那些是维婚先育 全有派的 挺有意思 然后它在那个230个议会席位里面 占有五个席位 然后呢在308个市政府里面 还有六个是他们的那个市政府 还有六个市政府是基督教的 基督教派的挺有意思 然后呢有2074个这个二号席位里面 还有市政的二号席位里面 还有41个 然后再接下来的一个党呢 就是我们说的都是按照 他们在议会席位里面的 那个从多到少的 再接下来一个党呢 叫做 就叫做人民 动物 自然 你是说这种党派 匪夷所思党派 它实际上呢就是 现在欧洲比较流行的绿党 就是环保之先的 就是一切是以 就是什么 以减少对社会 减少对自然的破坏 为这个 他们制定政策的原则 实际上这种都是比较左的 这种党一般都是比较左 也很难说它左吧 比如说他们就比较支持那些政策 就是无烟 减少那种 减少碳排外量 然后减少石油的挖掘 推广的这种 就是投资去发展 新能源 新科技 然后这些党都是非常激进 现在欧洲的这种绿党啊 是非常有那个 越来越 越来越占有大席位的 这种党派啊 我觉得他们会推动社会的 新一轮的这个 技术革命吧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 人类占有地球的资源 是 每况愈下 然后你看现在 又不是火山爆发的 然后又是 洪水的 还不要说 疫情是人为的吧 然后就是 也可能不是人为的 疫情也可能不是人为的 就是不管怎么样吧 你就说 跟那个动物 它如果是自然造成的 那也是因为你人类 砍伐了很大的森林 然后很多动物 它无处栖息 所以说 跟人类共存 所以说很多动物的这种疾病 会在人类身上越来越多 如果 相当于现在 这次是 这次的疫情 是从亚洲过来的 然后如果是 接下来 他们继续在砍发亚马逊 在巴西那边 继续砍发亚马逊的话 还有很多 在亚马逊里 每天都能发现新的物种 这些新的物种 到底是毒 对人类是害虫 还是友善的 然后到底是 他们身上的这些物质 是对人体 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我们都不知道 你可能面对的 这种困难和危险 如果你不保护生态环境的话 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 造成很大很大的这种迫害 所以绿党还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有他们的席位 然后葡萄牙的这个 就是人民 就是人动物自然党 然后在这个 230个议会的席位里面 占三个席位 然后没有市政府 是留他们领导的 一个都没有 就是不管是 二级的还是一级的 都没有他们领导 然后再接下来一个 党叫做 PARTIDO ECOLOGIST 叫做USHVERTS 就是 这个名字就叫绿党 然后它的这个 党派的政策呢 也是和这个 它直接就叫做 ECO SOCIALISM 它就叫做 生态社会主义 就是左都不能再左了 跟前面那个 跟前面那个人民党 自然党 动物自然党 是那个 差不多的 但是呢 可能它更靠 更左一点 然后最后呢 再下来就是 SEGA SEGA这个党派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 不能说叫极右吧 就是比较右的了 它是一个保守主义 而且它是民主保护主义 这种民主保护主义 在右 就是说 首先呢 他们希望小政府 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和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干预 是越少越好 崇尚自由 然后 然后就是国家保护主义 比如说 他们就说 比如说 你不要用Made in China 你也不要用什么Made in India 也不要用什么 就是希望什么东西 都能Made in Portugal 但是呢 但是葡萄牙的这个 民主保护主义增长 跟别的 跟美国的民主保护主义增长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 美国可以 都是Made in USA 但是你葡萄牙想Made in Portugal 这种东西 你 他人生中选择的东西就太少了 因为葡萄牙就只有这么小一点人 不可能达到这种 全部都是国民自有生产 然后跟世界去脱轨的这种 他们没有那么用 但是呢 是有这种倾向的 这个党要说一下 就是他在2019年4月份成立的时候 他正式被那个 宪法法庭批准 然后注册进去 然后他到了 2019年10月份选举 国会选举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一个席位了 所以说现在右派在欧洲整个非常抬头啊 以前像这种党派根本不可能啊 你想也不要想 你就说你是这种 你有这种社会观念 你有这种主义的人 人家都会鄙视你 真的觉得 哇 什么东西 你想搞大气吗 但是现在越来越 就是全球一体化吧 现在这种反全球一体化的声音是越来越大 就是民主保护主义 我觉得民主保护主义是有一定的必要的 不可能是全部全球一体化的 尤其是一些像一些简单生产 其实你说欧洲人对亚洲的这种 我们亚洲作为世界工厂吧 当然也有好处 因为我们以前确实很落后嘛 但是它确实是在压榨亚洲人的胜与价值 对吧 资本主义就是这种资本家 虽然是双赢 但是你从实质上来讲 它也是把欧洲人不想干的东西 不想做的事情 然后把那些就是对环境破坏大的东西 全部都丢给亚洲 你看像我们中国 然后像什么越南 然后现在接下来印度 还想抢这个世界工厂的地方 所以对环境的破坏 他们把很大一部分 你看天天普达天这么难 因为啥也不照 烟都没几个 你能见到几个烟囱到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吧 平衡阴阳 你反正你这边不惨 你走到那边惨了 你得用啊 但是我觉得民主保护主义 有一定的道理 它会就是全球的这个 屏幕差距没有这么大 因为你越做这种低端的 就会影响你的高端发展 就是导致你的科技无法进步 然后就可能也是 不会导致你科技无法进步 但是你的进步会比人家慢 因为他们都把 他们把这种低端的 重复性高的生产 都已经丢给你们亚洲 或者丢给你们比较穷困的地方 你还丢不给非洲 你丢给它它也造不了 它还连这种连价 劳动力的输出都困难 所以说这个全地球上的 贫富差距就越来越大 这个现在是普代右派 这个是一个新党 然后就能够再 占到一席的地位 然后他没有任何的市政府 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然后现在还 再接下来就是叫做 Initiativa Librao 这个就是Liberalism 叫做自由派 经典自由派 经典自由派就是比较 靠就是比较幼的 这比较幼吧 这些算是很幼了吧 基本上是属于那种 要政府的参与 越少越好 又完全靠市场经济 来进行那个社会的调控 它也只有一个席位 然后呢 没有任何的市政府的席位 普代的就是这样 所有在国会里面 有一席的这个党派 我们都在前面列举了 我们再回一遍 搞不成像课一样 我们回一遍 第一大党 社会党 叫做 Partido Socialista 简称PS 第二大党 Partido Social Democrata 我都不知道 可以讲英文 还讲普遇 Partido Social Democrata 简称PVD 或者PSD 第三大党 左英联盟 Block 的侍単 第四大党 共产党 PCP 叫做 Partido Comunista Porto Porto 第五大党 CDS PP CDS Partido Popular Gidula 第六大党 第六大党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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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oas Animais Natureza 第七了哈 PV Partido Ikeriste Uschwert Lida 然后再下来 两个 就一个系维 一个叫做CH 叫做Schegen 另外一个叫做EL 叫做 Initiativa Liberal 自由 自由 这叫做什么 Initiativa Liberal 自由 先锋党 自由优先党 就我的翻译 真的不行 要是靠当翻译吃饭的话 估计得饿死 好吧 今天就把葡萄牙的所有在国会里面 目前啊 接下来再次选举 是不知道 目前在国会里面有 席位的政党 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在下次你开始看新闻的时候 或者是看报纸的时候 你就会稍微有点概念 左右也都知道了一点了 OK Thank you Obrigada